马航失联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星期了 而家属漫长的等待 心里是越来越煎熬 在印尼就有一位老母亲正在等着他的儿子和媳妇的消息 而这一对夫妻呢 是失联的班机上面七位印尼乘客中的两位 他们是第一次出远门旅行 结果就碰上了这一起的事件 他的家人们都相当的着急 而印尼的慈禧之工也前往来关怀 希望能够减缓家属们不安的情绪 照片中一家团聚让老母亲止不住泪 这几天他只能透过无声的光景追一家人 马航失联班机有七位乘客来自印尼 当中就有两位是老母亲的儿子与媳妇 这对夫妻一快出远门 没想到却碰上这起事件 自己职工前往关怀 希望减缓家属不安情绪 不ござ明显的嘉宾 我只是说明尴尬 要保持自己,保持自己,保持自己和弟兄弟在家 今天我们从Sisi Medan都给我们看 我们不知道什么状态是什么状态 但就像教授的教授 在哪里有疑问,在那里,人们都来试试 事件发生至今将近一周 家属的情绪已经瀕临溃体 伤痛当前,志工持续复位 只盼望这一次难关,能陪伴家属顺利度过 大约新闻,建尼返迪,印尼报导